第六卷 凡俗 第117章 焉沉无极 脾记 或是好比不能独立上厕所的学龄前儿童 一来就乌央乌央地半个班 萧征这一宿 又是跳楼又是遭雷劈 烟熏火燎一溜垢 听完这句话 眼前一黑 两耳鸣出了蛙声 以前他总觉得 自己是绝版的青年才俊 天选之子 有资格去偶像剧里客串男主他爹 别说总调度 就算给他个局长也能守到秦来 可是自打他上任以来 装装剑剑 就差把才不配位四个大字牵在他脑门上了 凭静了半个多世纪的议控局 突然抽起了仰角风 非得把他浑身的光环抽打干净 露出底下捉襟见肘的一个兆阔不可 怎么失踪的 不可能 我在他身边留了不下二十个特种外景 二十四小时监控 病房内外方圆一公里都有电子眼 工程工一个卧床大半年的普通人 燕丘山一伸手 按住团团转的萧针 行了 燕丘山脸上熏得黑一块白一块的 好似打了马赛克 眼睛上也像蒙了一层灰 泛着冷铁一般的颜色 手里按着萧针 他那双灰蒙蒙的眼睛却钉死了黄菊 局长 能请教您几个问题吗 先说在前头 我这个人不会说话 有讲得不合适的地方 请您多包涵 不敢当 黄菊笑了笑 特能人的是 我是外行 燕总是我的前辈 应该是我有什么地方坐得不到位 请你指正 燕丘山就推开萧针 静止走到黄菊面前 您是本局建立衣室至今 唯一一个普通人局长 实在太特殊 所以我一时好奇 私下查了您的简历 黄菊的笑容淡了一点 哦 查到什么了 只成轻轻拽了拽燕丘山的衣经 燕丘山捏住了他木制的手腕 没搭理他 您的工作履历很干净 以前在联系普通人和特能人的桥梁部门工作 口碑和人缘都很好 夫人韩国女士是个普通人家庭出身的变异特能 数学博士 精神系 因为学历比较高 29岁特能觉醒后 被一孔菊当特殊人才引进 她在精神系青年培育基地时 担任教官的 是当时正好回总不养伤的单总 培训结业以后加入古修科 曾经是古修科赤渊调研组组长 黄菊听见韩国两个字的时候 眼角抽搐了一下 池渊调研组后来出了事故 一次实地调查中 组长韩国失踪 三天后 在池渊原始森林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官方调查结果是 被不明异能生物伤害致死 燕丘山目光如刀 射向黄菊 当我查到了尸检记录 比起被野生动物咬了 我觉得他的死状更像昨天总局地下特首所 关的那些人皮剥落 血肉融化 黄菊 你说 这是不是有点太巧了 汕渊和枝春忍不住同时开口打断他 丘山 死者伟大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不好意思 燕丘山从善如流地道了生茜 冰冷客气地说 只是 本真教开始启动阴沉记 正好是您入职以后的事 韩女士的死因又和献祭的本真教徒一模一样 从赤渊开始 局里先是净花水月叠卵丢失 再又是没头铲的密银炮泄露 地基数外围隔离板上的神秘法阵来源不明 还有 昨天夜里差点让我们功亏一篑的解冻剂 诸多种种巧合实在让人不得不产生顾虑 黄菊 作为死者家属 我想请您节哀顺变 但他死因敏感 您的位置更敏感 能否也请您给诸位同事做出说明 会议势力鸦雀无声 众人的目光一时都落在了黄菊身上 这时 一个苍老迟缓的声音插话道 韩国不是本真教 我来说明 我可以担保 古修科的王博士拎着拐杖 跟陈希一起堵到了会议室门口 松弛苍老的皮肤泛着石头似的青 他脸上的老年般仿如图腾 那张探出前胸翼长勇于的脸上神色肃穆 像个震目的神兽之泪 拐杖一下一下地敲打着地面 王博士颤颤巍巍地挪了进来 王老师 怎么还惊动了您呢 韩国是个好孩子 跟着我再顾修科半辈子 不是蹲在地下室修古籍 就是到穷乡辟养挖土 我们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平时没事 谁也想不起我们古修科 我们在局里就是那个 不怎么好使的搜索引擎 王扶我 不用你们扶 我虚岁刚两百三十七 还小呢 王博士没好气地挥开扇铃的手 又指着黄菊说 本真教徒会跟普通人结婚吗 他们两口子收养了三个被家人 当成畸形而抛弃的特能孩子 为了这个 一辈子都没要自己的孩子 本真教那帮神经病 会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吗 小燕 卧第三年 你把你的人味都落在本真教里了吗 燕秋山不为所动 这个情况我事先不知道 再次抱歉 正是因为不完全了解 才请黄菊赐教 另外 博士 我的人味要是还在 现在本人就应该在对方阵营里了 你 血压 注意血压 黄菊感觉 老博士脖子又长了两寸 怕他脑供血不足 连忙推过一个小沙发请他坐下 我的来历是有可疑的地方 别的同志提出质疑也是负责任 老师 没事的 王泽嘴乖 适时地插话谎和气氛 局长 您还领养过孩子 几岁了 毕业了吗 哪个部门呢 不在局里 黄菊领情地冲他笑了一下 我那几个都是特能不太突出的孩子 长大一点能控制自己特能了 也就都回归普通人生活了 最大的在外省支教 老二结婚了 嫁到了南方 小的刚让我送出国留学去了 都挺好 我妈 我接到永安总部调令以后 就把老家房子卖了 削了手机号 把积蓄打到老三账号上 就跟以前的亲朋都断绝了联系 黄泽一愣 听出了这话里有孤注一掷的意思 黄局长的一团和气 相貌敦厚 花白的头发已经有点稀疏了 发型重规重矩 一身半心不救的衣服 打理得挺干净 他不油腻也不帅 看上去介于师父和老大爷之间 他温和又平静地说 韩国是我妻子 秋山查到的信息都属实 我记得我以前也跟诸位交代过 我爱人以前在局里工作 他特能水平不高 没资格做外勤 只在古修科给王博士打打下手 特能人的人口普查 虽然也一直在做 但是记录几经断代 收集起来很不容易 他们为了这个努力了很多年 做出了一点结果 黄局说到这儿 视线无意中落到了地砖上 大理石地砖光可见物 当他从石面上 看见人语物模糊的倒影时 本以为褪色成三言两语的记忆 忽然浮了上来 他一闭眼 韩国就跳到了他的眼皮上 没诗人似的跟他大声说笑 他在家总是不修蝙蝠 天一冷 就爱穿那种静电乱窜的珊瑚绒睡衣 嫌头连人挡眼 老弄个黑乎乎的刘海贴 粘在头顶 那玩意儿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 总觉得跟天灵盖上顶个沾影纸似的 他记得 那天他正在客厅泡茶 就听见书房里的疯婆娘傍声鸣叫 啊 历史数据全对上了 阿道后面变了调 书房里叮光一阵乱响 他赶紧放下水壶跑进去一看 只见韩国正在坍塌的转椅上啤叉 碎木灯口呆 韩博士 你这是新练了什么功夫 练你 还干 快快快扶我一把 胃巴骨摔碎了 能站起来吗 哎 走两步我看看 没事 还能走 你尾巴还是完整的 我说 这椅子承重好几百斤 你怎么做的 就刚才一激动 跳上去蹦了两下 不是 宁老贵根啊 在幼儿园班蹲了四十多年了吧 我不是激动吗 就为这点特能人口数据 我们求爷爷告奶奶的收集了十八年 十八年啊 王宝串 韩瑶的手丸啊 哎呦 老娘的腰啊 好 恭喜 赔我椅子 赔赔赔 这月发了工资就给你买新的 我跟你说 我们之前的假设全是对的 特能出生率和赤渊活动显著症相关 而赤渊能量活动模式非常明确 有个熔断点 一旦攀升到某一个阀值 第二年就会直线下跌为零 这不像自然界里常见的负反馈 一定有某种我们不知道的力量 在调控赤渊 数百年苏醒一次 哎 你听我说 快别捣鼓你那破椅子了 我们下一步目标就是研究赤渊 真是个大宝藏啊 说来奇怪 老黄平时很少会去想韩国 想他干什么 他俩相亲认识 无波无蓝的一起过了几十年 老夫老妻混得跟室友一样 也没什么山无棱天地合的桥段 没必要 韩国那人毛病特多 长得也就那么回事 为了这么一位 不知当地把地球骤毁灭 因此他有什么好追忆的呢 偏偏在这么个不合适的时期 他又不合时宜地冒出来 在他脑子里火蹦乱跳 他在世时 他总盼着他出差 这样他就可以买骚气熏天的炉主 自己吃过瘾 晚上独占一张大床 把呼噜打成交响乐 也没人踹他 没事感慨自己为什么要英年早婚 可是后来他真的一去不凡 他余生也跟着万念俱灰 自此悲喜无人素 黄菊心平气和地陈述了三句半 忽然耿住 竟不知为什么 他的话难以为继了 从特能出生率入手 一直查到赤渊 圣灵渊在旁边 端想着黄菊的细微表情 轻声问 此事是密而不宣 还是公开的 黄菊茫然地看了他一眼 旁边王博士代为回答 研究组是我牵的头 前议控局长向张批准的 但是涉及特能人力量来源的敏感问题 要是没有研究透彻 就把阶段性成果公开发表 会造成很多麻烦 所以当时除了研究组的人 只有局长 安全部负责人 善后科负责人 等需要配合的人知道 在这些人里 前局长死了 前安全部长 因涉嫌瞒报事故伤亡人数 已经进去了 前上后科长 据说是净花水月蝶的始作俑者之一 之前神秘昏迷 现在又神秘失踪 圣灵渊又问 那这个所谓的赤渊调查组 查到了什么 赤渊调查组是韩国负责的 因为一直要野外作业 他们嫌我年纪大了 不叫我去 王博士说 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假设 认为赤渊是通过地脉输送异常能量的 地脉炎相当于是中转战 地脉炎附近能量波动活跃 亦能事件频发 那么理论上 特能人出生率应该高于其他地区 宣基听到这儿 终于把一直粘在圣灵渊身上的注意力转移下来 点点头 原理没错 关于人口的资料 我们已经收集得很完备了 如果这个假设被证实 那以后测绘处地脉眼分布就太容易了 甚至能间接得到地脉变化的轨迹 郭郭说到那时候 他善师姐就再也不用风里来雨里去的 往各种穷山恶水里跑了 善灵不忍听似的 抿了抿嘴 宣基问 后来这项研究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卷 继续了 假设被推翻了 啊 你 怎么会的 要不是善灵在场 他差点把你们地脉眼的测算 是不是不准脱口而出 圣灵渊问道 不完全符合假设 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部分地脉眼符合假设 那附近确实是易能事件平凡 特能出生率很高 另一些平平 还有一些地脉眼很奇怪 比如地都郊区西山这个 易能活动确实活跃 雷暴平发 但仅就我们能查到的确切数据看 这附近特能出生率异常的低 几乎是零 圣灵渊轻轻地眯了一下眼 这里面有什么规律吗 没有定论 但经我们初步论证 好像是和火山地震带有关系 地桥活动越频繁的地方 地脉眼的特能出生率越高 像永安 地处大平原 六朝古都 历史上很少发生大地震 这里的地脉眼就跟黑洞一样 让周围寸草不生 王博士颤诚微微地叹了口气 地桥活动和地脉相互作用 会通过怎样一个机制处境 或者易志特能出生 我们没来得及研究清楚 小果酒 轩机迅速和圣灵渊对视了一眼 这回倒是颇为默契 降到一块去了 火山地震恐怕只是表象 地壳活动频繁的地方 地脉眼可能换地方 沧海桑田 越是地质环境变化大的地方 地脉眼挪得越远 也就是说 只有新的地脉眼是正常的 越古老越稳定的地脉眼 周围越是会出现特能人黑洞 所以老弟卖眼被动过什么手脚吗 王则轻声问 当时对他的死因 局里没有深入调查 赤渊深处就跟过去战后的雷区一样 你不知道哪一步走不对 就踩到什么 他一个书生 又不是外情 遇到危险 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当时大家都以为 他是过于冒进 太深入赤渊 碰到了什么 不该碰的 安全部小宋 亲自带人复合的 没有人质疑 后来 安全部 以赤渊为之风险太多 现阶段 不易过分深入 为由 叫停了整个研究项目 没有人质疑 只有我 王局面无表情地说 我了解他 他看着外相 其实胆子很小 到了陌生的地方 会先检查环境 自己出门住旅馆 忘带钱包 也不会忘带党门器 我不信 他这种人 会在吃冤那种地方 无缘无故地脱队 老黄私下里 找到我和老相 善灵接话说 老相不同意 说他是一时 接受不了事实 非得找个假想敌来恨 我 碍于情面 觉得 这样能让他好受点也行 就没劝 还帮他收集了一些 类似的异能相关案例 结果意外地发现 韩国并不是第一例 萧真问 本真教用人练真丹 拿来奖励教徒 他们杀过的人 应该不少吧 先前一直没有人发现吗 特能人的世界里 处理尸体不难 燕秋山说 本真教内部 有人专门处理 就算尸体因为种种意外 没来得及弄好 就被发现 也会有人给兜底 萧真一愣 等等 什么意思 燕秋山凉嗖嗖地 看了他一眼 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在本真教图穷比线 彻底浮出水面之前 类似的案例 在世界各地 都零散发生过 但没有引起任何一个地区 特能官方的注意 而且无一例外的 死者的死因全是遭受不明变异生物攻击 也就是事故死 没有责任人 没有调查 和果果的处理方式出奇的一致 善林叹了口气 萧主任 你理解的没错 这就是本真教的渗透能力 怪就怪我们当时想象力不够丰富 还以为对方用了某种我们不知道的特能手段 没想到 背后居然是这样一只庞然大物 这些年私下调查 没少走弯路 我倒不觉得 是你们缺乏想象力 燕秋山不留情面地说 我猜 拱成功的举报材料 是老局长去世前递交的吧 善林和黄菊脸色一变 同时闭了嘴 向老局长一失足成千古恨 终身难以洗脱净花水月碟的耻辱 一边是公益与旧游 一边是仪式声明 当意识到韩博士的死 本真教与知道他最阴暗秘密的拱成功有关的时候 老局长第一反应是 保持沉默 自欺欺人 燕秋山从天上白玉公回来以后 说话做事越发不留余地 连知春都听不下去了 知春说 你不要说了 我为我主官一策 跟黄菊说句对不起 燕秋山公事公办地朝黄菊一点头 又说 不过有一点 我听着很奇怪 是约那个大原始森林里 人都没有 处理一具尸体 应该很从容才对 为什么凶手仓促间 把人扔在那了 轩基忽然插话 方便告诉我一下 韩女士的被害日期吗 黄菊脱口说 九月六号 她的忌日 哪年 十年了 轩基的眉一跳 眼角的小智跟着动了一下 那是她修好涅槃石 忘了一切不该记住的东西 第36次出入人间的日子